桃园市是六都最年轻出生率最高的城市 桃园市在今年初还成立全台首创的富有发展局 中文家宽敏北剑多谈节目桃园开讲 本集邀请桃园市富有局长杜慈荣跟早产儿妈妈桃园市议员张硕芳 分享新成立的富有局到底在做什么 这个社会局例如将他的妇女福利 性别平等新移住民的服务 还有早期疗愈幼儿投育等等移播到新的富有局 还有卫生局的孕产妇健康 还有新生儿的健康管理等等产检 都移播到富有局 所以在这样的基础底下 这些业务是全部连人带业务的移播 所以如果我们的观众朋友市民朋友 如果您原来在享领的 例如说生育津贴、月儿津贴、托育补助 还有使用我们的托育中心、亲子馆 保姆服务等等 或是这些例行的这些藻疗 或是补助类的 像说产检等等 那这些还有新住民的服务 这些都已经从原来的社会局跟卫生局 整体连人带业务、带预算 移播到我们的富有发展局 来为各位服务 富有发展局结合多个局处 原有的妇女、幼儿跟新住民服务 把这些科室人员跟经费整个移到服务局 桃园市议员张树芳表示 富有局不只是针对富有福利 而是更宏观地以妇女权益为重点 来推动富有的未来发展 早期这些观念嘛 因为早期都是长者在带着小孩的这个想法 那男生在哪里呢 那男生是不是就觉得 那是你们妇幼的事 妇女跟幼童的事情 但是妇幼发展它不是只是局限于 就是福利跟保护措施 我们还有就是女力的发展 幼儿的养育 还有新住民的自我实现 等等之类的东西 可以在这个富幼局 在用富幼发展的时候去实现它 在这个更宏观的这个方面 去实现我们这个富幼发展局 那会其实会让很多妇女同胞 心里就稍微平衡一点 就会觉得 不要以后想到富幼就想到女性 其实是妇女的权益跟妇女的平权 我们会让妇女知道说 你约在照顾孩子 在第一手的这个战场 照顾孩子的时候 其实是妇女同胞没有错 可是后面我们也要很多的男性的介入 很多男性的关怀 那我觉得这是可以推动的一个很好的概念 众家宽敏北建 做谈节目桃园开讲 倾听民众声音 关心在地需求 监督市政建设 将在每周六晚间九点 跟观众朋友见面 邀请观众朋友锁定圈四 北建活力频道 了解桃园大小事 接下来我一头人报道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